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神棍魔法师的故事 故事中出现了好多特效一级棒又搞笑的人物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我们的男主伊万是个屌丝魔法师 好好的魔法不去整个世界 就知道糊弄人赚钱 趁着老公不在家 偷偷给阔太太做成法师 安慰一下人家老婆抓个小三 几千卢布就到手了 晚上遇到个不想死的老婆婆 也可以小赚一笔 当然伊万也是个颇也爱心的家伙 经常会免费给医院得了绝症的小孩治病 其实他内心也是个缺爱的小伙 小时候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在孤儿院被其他小孩欺负 所以长大了 魔法就是他的一切 常在河边走 哪也不失邪 这天伊万被富婆的老公给盯上了 伊万什么场面没见过 装个傻就脚里抹油 可这一次出了意外 从话题中 他一不小心去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魔法老头 救着伊万不放 他告诉伊万 他其实就是属于这个世界 伊万想任树枝 袭击老头 结果树枝立刻变成立棵树 自己还长出了尾巴 脑头给了伊万一颗父亲的戒指 接着便消失不见了 还没反应过来 伊万也被一队人马给绑走 国王看到伊万手上戴着戒指 这不正是自己兄弟的戒指吗 原来伊万父亲 这是国王的兄弟 王后眼瞅着 这是要抢王位的节奏呀 便把伊万给抓到了监狱 在这里 光沿着上一任国王卡谢 这家伙可惨了 身体被分成五块 冻成了冰棍 卡谢告诉伊万 这个世界已经被皇后统治 所有战士都已死去 只要拿着附近剑和宝石 才能打败皇后 穿越回云南的世界 正在这会儿 一只青蛙跳了进来 一下子 青蛙变成了个漂亮的妹子 女孩叫尤加 是卡谢一伙的 在撂发士兵之后 卡谢又重新 变成了一个战士 在老巫婆的帮助下 他们坐着鸡屋 拼命往外跑 这鸡屋除了不会飞 夹上煤炭就能跳 绝对是卡里尤神器 可闲得慌的伊万 想去偷老巫婆的烟草抽 结果把小鸡屋都给抽没了 实在是败家的不行 这下好了 啥都没有了 知道不行 本着同甘共苦的精神 伊万连老巫婆的扫折都不放过 结果二家的老巫婆 还是不愿意走路 既然一路去找父亲见 途中 伊万还不忘拿着手机自拍 在路过沼泽地时 尤加扮成美女 勾引沼泽中吃人的海王 这货长得呆萌呆萌的 怎么都看不出她会吃人 可尤加长得太骨感 根本不是海王的菜 没办法 老巫婆直到亲自上场 一下子 变成了一个愤入肥腾的女人 这下可是把海王 逼得神魂颠倒 连自己的下冰蟹酱都不要了 在路过河流的时候 海王去驱赶食人鱼 结果这些家伙 根本不认识海王 搞得海王丢脸 窝里溜逃跑 正在这会儿 王后也带着小兵杀了过来 竟然赶紧躲在水井中 海王这时才知道 自己喜欢的妹子 是个老巫婆 不过 她还是骑干了井里的水 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让大伙从地洞逃了出去 最后被救的被皇后 撑成了十项人 没多久 竟然还是被皇后给抓到 只有尤加变成了一只青蛙 赌过了逮捕 伊万被迫去剑骨 寻找当年父亲拿过的附近剑 可剑这么多 怎么才能找到呢 皇后也是急傻的眼 最后伊万一不做二不休 拿了根树枝 没想到真诚的附近剑 宝剑在手 一万一挥 皇后就被掀翻 只是没想到卡歇这货 竟然为了活命 用附近剑 跟皇后交换宝石 再次被骗 关键时刻 尤加变成了青蛙 抢回了剑 伊万再次获得神剑 可这怂货 只是用附近剑 画个圈圈 活到了现实世界 接下来的几天 伊万也是很心虚 毕竟卖了自己的队友 看着和尤加的照片 他还是决定 活到一丝远世界 可这下子 想过去都没那么简单呢 幸好在最后 他又遇到了当初 那个魔法老头 魔法老头召唤出了 一个穿越火圈 这次穿越到山洞中 伊万还意外获得了一条火龙 皇后正在启动仪式 让自己永远不醒 伊万拿着手枪 放了几枪 也没啥用 反倒是小火龙 拼命帮着伊万输出 关键时刻 卡谢舍己救人 斩碎了魔法宝石 随着宝石碎去 一切魔法都不复存在 国王和卡谢 瞬间变成一堆灰烬 皇后也逃命开溜 故事最后 伊万的父亲被救活 最重要的是 海王和老巫婆 终于在一起了 而伊万也不留遗憾的 回到的现实世界 带着鸡屋和尤家 幸福生活在一起了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作品来源 俄罗斯电影 最后的骑士